他是判断那个年龄很简单 那这个地方要多一个条件 就是等于是身体重加身高 然后算出BMI 并且给他一个评语 这个跟之前我们那个 利用Google BMI 的范例 来做类似的 那第一个呢 我是用input box跟made box 所以第一个他input box 会跳出请输入体重 我假设输入一个体重 输入一个身高 那最后的话呢 made box就帮我跳出来 他的BMI是多少 后面加一个评语 OK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这个地方也是跟早上一样 其实你程式大体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会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BMI后面这个 如果要取得 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的话 那在python里面是用format 那在那个vpa里面 我的习惯用run的 run的函数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程式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一样是 在模组里面 特别说写程式 如果你是写 刚刚那支按钮的程式 一定是写在这个模组里面的sub OK 那名称的话 我叫做那个ifbmi 你就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就是这个 ifbmi 按钮 确定之后的话 那它会帮我们产生一个头尾 这个 那你这个头尾部分 你要自己打也可以 不过习惯上我都是这样 按照step by step 标准流程 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样 假设我需要让他输入两个东西 所以我就让他怎么样 输入用input box 请输入那个什么体重 OK 然后呢再来输入什么 输入他的身高 最后除以100 不过这里我多一个就是 强制转型 C C的话它有点像是change 还是什么 change 后面缩写到double change double change double意思说 我把它输入的东西 本来是输入成文字 那我因为我要 后面要做计算 所以呢 我就让他强制转型为double double的话 其实就是像python里面的float 其实道理是差不多 只是说它的那个容许值不一样 不过基本上是类似的东西 那我把它转型之后 那其他如果说你对于这个vpa 里面的有一些 比如说方法跟属性不熟的话 我再教各位一个方法 很简单 里面其实已经有内建的说明档 说明喔 也就是使用说明在哪里呢 其实你只要记得一个按键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对C double 这个不太熟 你可以记F1 按一下F1 游标放上面按F1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自动跳到 2010以前的版本是直接跳一个四窗 但是2013以后的版本是跳网页 然后会跳到什么 跳到那个微软的官网 里面的话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有这些方法可以转型 比如说如果你要转成那个 刚刚那个double的话 你可以这边 C double在这里 OK 那其他的话呢 如果你要整数的话 有CRNT 跟C loan OK 不过CRNT的话 RNT 固定是 在RNT 在那个VBA里面 它有个限制 就是说 它最大的值 值 云学 我记得是 三万两千多 它的应该是2的 那几次方 OK 那如果说你超过 因为正负 正负 三万两千多 如果你超过这个值的话 假设你的值是三万两千 它更多的话 那可能会转型失败 如果你怕转型失败的话 可能需要用到这个C loan 其他细节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底下说明 C 比如说RNT 它是正负 三万两千 七百六十八 正负值里面 如果你超过这个值 那它会怎么样呢 它放不下 放不下就出现Bug 它就卡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担心 会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C loan OK 把它转成Long 会比较保险 OK 那它就可以允许超过21亿多 OK 那我想一般的值应该够 那你想说 那哪一个比较OK 如果你担心 我建议你刚才用C loan 为什么 因为C loan 它的好处是允许值比较大 那它缺点是会比较浪费记忆 浪费多少呢 浪费 可能非常少的空 如果以前早期 是当然会觉得差很多 但是呢 现在其实差没有那么多 基本上 我是比较建议用C loan 比较一劳永逸 其他的话 还有像什么转称 转称 自串等等的 也就以后 如果你有些部分的属性跟方法 比较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按F1 把它跳出来 里面就有相关说明 那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里面就有 比如说转型的相关部分 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在VBA里面的相关的什么呢 它的一些方法属性 如果你要多参考的话 里面都有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用Input 那比如说输入一个值 体重 升高 结果就出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Matebox 是产生像这样的结果 怎么做 早上有讲过啦 这个部分请各位自行再练习过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设我输入什么 我输入的不要在Input Box 我要在什么 在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一样输入 好 那不过这里的话 跟早上不一样 早上只有输入一个 现在是要输入两个 那也就是说输入第一个之后 再判断第二个 所以判断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在这边判断 所以我按Enter 它Change了 底下的东西带过来 这要怎么做 当然就不用按按钮 这个按钮等于是多余的 不需要 OK 这边的话 那当然 挺多是说清除掉 我好像还会写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我今天 好像把上面这个清掉 下面也要跟着清掉 没有Walk 应该清掉这个 如果我要清掉上面 下面也要跟着Walk的话 可以想想看 比如说 不然的话你清了一个 OK 好 那这里的话 就早上有讲到的部分 剩下就是那个 我们的表单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BMI表单 帮我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表单 那请各位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